今天呢 老師要做一個 像葉環鞍 我們要做一個就是 護科 就是台北 台北圓環的那個肉圓 就是老台北人才會吃到 像我不是台北人 我是中部人 我沒吃過 即使我來台北讀書 我也沒吃過 但是呢 老台北人就非常是一直 非常懷念這種老滋味 我上次破出來之後呢 像那個方九美啦 什麼俗美啦 他們都吃過了 他們說真的很懷念 可是找不到了 已經沒賣了 那我為什麼會做這一道 這個肉圓 之前老師介紹過彰化肉圓嘛 有朋友跟我留言說 照著老師做非常好吃 我也很自豪 我的彰化肉圓非常好吃 因為我喜歡我的鮮料 就是肉有醃過的料 還有呢 香菇 跟新鮮的筍丁炒過 有加味道的 那皮很Q 很好吃 我喜歡我的肉圓 但是這個就是 台北圓環的肉圓呢 我是要口 聽口述的 就是呢 我們的就是 有點老饕 就是古盛的老闆 古盛的許老闆 他的面子在是日虛夜響 他懷念這個老味道 都想不想吃吃吃吃的 有一次突然聊天的時候呢 突然問我老師 你為什麼要做肉圓 我說會啊 他非常懷念 延長的圓環的肉圓 你吃過嗎 我說沒吃過 他說你裝了什麼什麼 我嚇一跳 既然是肉片 這個豬肝 豬肝片 液口跟酸菜 不可思議 怎麼辦法去裝這種 他說很好吃 很好吃 然後我說 你有什麼好吃 他真的好吃 醬料他會做 我說好 那我找他的苦處 我就幫他做做看 一次吃 他說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 好 那我那天破出來之後呢 很多朋友說想學 想學 還有一些老台北 就是吃過 鹽環這個肉圓的朋友呢 也想學 好 今天呢 就仔細看一下 這個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的內餡 我們該怎麼做 首先我要將它外皮 等於蒸化肉圓的外皮 我要先來沖它 因為這粉漿 一定要晃涼了之後 我才能夠搬出細的地瓜粉 熱熱的粉漿 像拌出細瓜粉的話呢 它會成顆粒狀 會結球狀 所以這點很重要 我拌好之後 然後放涼 然後我再做餡料 這樣介紹 我們時間上就可以 看我的很好 我不想我們朋友 在這裡 浪費太多的時間 好的來 這裡呢 我馬上水燒開囉 來 我今天用了這個 半杯的這來米粉 杯是這個 標準涼杯 這是屏東農產水模的這來米粉 半杯 然後呢 也是這種涼杯 半杯的水 半杯的水 這涼杯的水 好 這樣子 然後我先把它攪拌均勻 來 我們炒熄火來看一下 來這粉漿這樣攪拌均勻 我今天的水 我把它弄成熱水 滾燙水 用兩杯就好 來 這裡來我想問一次 那我攪拌的時候 半杯的 瓶東農產的水 水磨的再來米粉 加半杯的水 先把它調化對不對 好這裡很快喔 你看我這裡水中呢 滾燙是不是 好 兩杯的滾水 用力沖 用力 用力 一口氣的沖下來 不用遲疑 不用遲疑 為什麼要用力沖呢 讓它糊化 讓它糊化 來 我繼續攪拌喔 是不是這樣糊糊的 稀糊狀對不對 好 那稀糊狀 我這個稀糊狀要放涼 要完全放涼 我現在熱熱的話呢 放入細的地瓜粉 它會成顆粒狀 這種粉漿很重要 就是要這樣子 我繼續攪拌一下 沒關係 它會繼續浮化 而且剛才有沒有看到 我是一口氣用力沖 一口氣用力沖 你慢慢的沖的話 徐徐的慢慢的沖 熱氣就慢慢的散開 會散開 好 這樣子 好 我放到旁邊去 把它讓它 讓它放涼 放到旁邊 好的 這時候我來介紹它的料囉 這粉漿等一下放 它料理頭你看 有豬肝 有肉片 還有酸菜 還有伊頭 我先來醃我們的 豬肝 因為我還要再汆燙 我來醃豬肝 我這邊來 再燒水 我這邊再燒水 我要汆燙一下 因為豬肝呢 有血水 我已經先泡了一整天 豬肝先泡過之後 你看 然後我切成片狀 你看 它切成片狀 然後我要醃上調味料 因為我覺得它很腥 來 我豬肝整個放進來 來 這已經泡過血水了 泡過血水 泡一整天的血水 然後我這裡頭醃點什麼 酒 氣腥 這次醃酒 氣腥 還有呢 醃點醬油 讓它有味道 好 好 再來呢 我要醃點 我看 胡椒粉 抓一抓 我要抓太白粉 你看 豬肝這樣子 來 我重複一次 豬肝切成片狀 所以切成片狀 也不用太厚 也不用太薄 太薄 因為在蒸的時候 它會老掉了 好 這樣呢 你看可以氣鮮 這是有酒 有醬油 還有胡椒粉 然後我要抓太白粉 那才會嫩 來 這太白粉放進來 大概一大匙 這麼多的太白粉放進來 來抓一抓 好 那麼我這水燒開 我要將豬肝這樣處理 不能豬肝都沒有處理 直接包在裡頭 我覺得很鮮 我覺得很鮮 要經過這樣處理 好 我們水很快就燒開了 好 你們看到水燒開 我這樣子多餘的 湯汁把它倒掉 我將這醃過的豬肝 來 我不要等它開唷 我就是要讓它這樣汆燙一下 立刻讓它 因為等一下要蒸啊 再蒸會老掉 立刻來 我熄火 你們看看在上面 胡的這些 這些雜質 泡泡 就是腥味 好 我現在把它過濾掉 這樣子 原來是生生的 就放進來 它沒有熟喔 好 放進來 這樣就已經好了 出發的分量 肉片我上次是切條狀 馬上汪九美還有呢 就是老饕那個 古生的老闆都跟我說 切片狀 其實我是覺得片狀 跟條狀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還是盡量複製 鹽的樣子 我切成片狀 片狀的肉片呢 我把它也要醃味道 它沒有味道不好吃啊 鹽點酒 鹽點醬油 我還要鹽點蒜泥 鹽一點蒜泥 我還有一點胡蝦粉 這就是我喜歡的味道 他們可能都是沒有醃這些味道 然後呢 就是直接 他說靠瘦子 靠瘦子 這樣子 好 這樣喔 來 我還要做 本身 要有味道 九十七星 還有醬油 一點味道 另外呢 來 我覺得我醬油不夠 我還要再一點 我要讓它本身做有味道 不要只完全靠醬汁來吃 好 另外我還要加一點的糖進來 來 這是我的肉的部分 來 你看我抓一抓 來 再放一點太白粉 這樣肉才會嫩 好 這是我的方法 這是我方法 我用聽來換這什麼東西 當然是做我的方法 我把它換過來 這樣我們就不會張空間 好了 這樣肉醃著 好進來 好 兩樣了 好 接著我們有酸菜 酸菜的部分呢 就是直接買那個 人家切好 或回來自己切都行 來 像酸菜喔 所以買回來酸菜呢 你要稍微浸泡一下 因為它很酸 有的很酸很鹹 我稍微浸泡一下 但是呢 我上次就泡了忘了時間了 忘掉時間之後呢 就會 然後就不夠酸 不夠酸不好吃 它帶酸帶甜 酸酸的甜甜的 所以那天我碰到那個 古聖那個 洗 洗家生那個老闆 他說 不夠酸 我是對 我泡到忘掉了 好 但是呢我炒酸菜 我是不先加油的喔 你看我乾鍋 這是竅門 我先將這洗乾淨 瀝乾的酸菜呢 放在乾鍋裡頭來炒 為什麼要多此一集呢 這樣才會好吃 將酸菜的香味炒出來 你等一下空氣中 瀰漫的這酸菜的香味囉 好 要慢慢炒酸菜的香味出來 把煸乾 水分把它煸乾 之後 我再放入油跟糖 好 這個步驟很重要喔 這個步驟很重要 好 或者你放很多油 它也是結的澀澀的喔 好 先將把它煸乾 然後我們小溪聞到酸菜的香味嗎 有 有 風氣中 已經有酸菜的香味了 對不對 是 然後你看沒水分了 水分被蒸發掉了 水分被蒸發掉了 好 這時候 我才要放入我的這個油 也不需要多 你看 這時候放入少許的油就好了 這樣就夠了 好 一個魚油 這樣子 它就不會很油很膩了 好 你看 這個感覺油亮油亮的對不對 酸菜用乾鍋炒 接著我要放入糖 所以要酸酸甜甜才會好吃 好 這酸菜今天是酸著 所以呢 我放入糖 來炒 好 拌勻就好了 火可以少小一點 好 好 很快就化掉了 因為預熱了 很快就化掉 我先熄火 可以了 我把它拿出來 就是熱熱 所以用玻璃來裝 玻璃容器來裝 哇 流口水了 酸味出來 我們的粉絲林娜說 她說 醃漬過的東西 都要先煸乾才會香 對 大家都好厲害 對 菜脯也要先煸乾 再放油 這樣才會香 才會好吃 酸菜好吃的秘技也是這樣 先煸乾 老師 反覆受過很多次了 大家都要記得很清楚 好 這酸菜這樣酸酸甜甜的 很開胃 要加細細了 好了 我將這個兩杯 就這兩杯 嗯 平衡的水膜的 再來米粉 放進來 你分這膠進來 沒關係 兩杯 兩杯 對 就是兩杯 它原來是很稀的 稀糊狀嘛 這樣會稀一點 芋頭不用蒸熟對不對 等一下蒸的就熟了 芋頭不用先蒸 等一下蒸的時候就熟了 對 一天蒸的時候粉會太難了 好 就卡進去了 好 我全部放進來 我覺得這粉漿可以再做一點點 我還有一點點的粉 還有一點點的粉 還有一點點的粉 還有一點點 其實沒辦法 剩下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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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把用完 它重溫 重溫利用 對 重溫利用 半溜的一點很討厭 來 來半溫喔 是不是比剛才稠了 對 比剛才稠了 胡椒 胡椒粉 嗯 來 這卡在裡頭的把它敲出來 把它敲出來 把它打蛋器裡敲出來 這不是地瓜粉 這是 細的地瓜粉 細的地瓜粉 對 粗的也沒關係 但是要攪個久一點 讓它沒有顆粒狀 所以是兩杯的 這個兩杯的地瓜粉 對 有沒有全部都沒有顆粒狀了 嗯 有 我這樣子把它敲出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是等一下做醬料的 我們烤過來 好 我把這些料 放進來好了 靠近我 靠近我 好 一頭這些 這是等一下做醬料的 好 這是香料 好 那我要塗 要做之前呢 請記得 我在模型 冒完的模型裡頭 我要先抹上油 薄薄一層 你可以用紙巾 也可以很薄 因為你太多的話 你會滑 會滑 會滑滑去 薄薄一層的 這樣子 好 薄薄一層的油 比較好脫模 好 這個五金店 就可以買到的這種 冒完的底色 你一次買多一點 然後呢 用著這反正也不會壞掉 好 滿滿有做肉圓 之類的東西 還有呢 我們介紹過那個 芋頭 就是 六甲的芋圓 也是用這個模型 以芋頭為主的 那種也很好吃 好 這樣子 來 粉絲問說 有些這個 它到時候會變成透明的 是因為它有地瓜粉 對不對 嗯 它才會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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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當然會變透明 有地瓜粉才會Q 早晚會QQ就是 地瓜粉 好 我這樣先示範幾個就好了 我這樣防腫 好來 現在來看一下 我這樣塗這粉漿 來看一下這粉漿 有 這粉漿呢 塗的時候呢 我底層會塗厚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料放進去很薄的時候呢 料就卡在粉漿下面 就涼底跟盤子上 就不好脫抹 容易破掉 這粉漿我可以塗厚一點 這樣子 好我們就用手囉 我會 我會先 先來咬這個酸菜 酸菜比較輕 酸菜會放中間 這是我的排列啦 我不知道外面 那個老闆他之前 應該是怎麼樣 那是酸菜 酸酸甜的 很好吃很開胃 好 然後再放上肉片 來 他們說要大片 好大片 如果我是覺得一片不夠 呵呵 我就會吃得很多 來 來 豬肝片 這麼多的豬肝 好 再一片的一頭 這樣 可以這樣 然後再把它塗上去 有沒有 我們的朋友有沒有 發覺很奇怪 吃過的 欸 忘記妹有沒有在線上 他說 他小時候 飯吃妹嗎 不是 光酒美 沒看到 上次有留言 他說 小時候爸媽就帶他們 去延環吃這個東西 我是沒有吃過 還有一個俗美說 他就找不到這個好味道了 好 好 然後這樣 這樣塗在上手 滾薑 好 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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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旁邊多出來 這樣就過了 好 這樣我們就可以放入 這個模型裡頭了 放到蒸籠裡頭了 可以放到蒸籠 是剛才會有蒸的齁 來 放到蒸籠裡頭 好 OK就這樣子 蓋子蓋起來 對 好 我用棕牆就好了 嗯 好棕牆 搭到車 20分鐘 嗯 水多少呢 嗯 其實看你要這樣多少 都沒有關係 那我自己就放了什麼東西呢 嗯 我放了這個 啊 這個叫做海參醬 我放了海參醬 海參醬 也有人可以放番茄醬 是 番茄醬會顏色比較紅 那我就先把它這樣洗一洗好了 這樣整個放進來 海參醬 你番茄醬也可以取代它 好 老師說給一個完整的食譜 會的 我們之後再會補上完整的食譜 好 我事後再把完整的食譜 把它貼上去 放上去 放到粉絲專業 放到粉絲專業 你再仔細看好了 很好笑 老師 這個 繩子 繩子勾住了 好 不讓你走 對啊 不讓我走 好 我放了這些 海參醬 對 我還放糖 好來 我放糖 海參醬 還放糖 因為它帶點甜甜的 因為醬我調多 帶點甜甜的 好呢 我不放醬油 我放鹽 因為醬油它顏色會暗淡起來 更深 更深深的就不漂亮了 因為我今天沒放番茄醬 番茄醬會更紅 但是呢 我打算 我一定要會放蒜泥的 我覺得加了蒜泥味道會特別好吃 在醬料裡頭 我的醬料放蒜泥很好吃 然後我還要放一樣 一樣那個就是帶點微辣的 就是 底線辣豆瓣 豆瓣醬 對 豆瓣醬 一點點 所以你個人 你不喜歡辣 你就不要放 我喜歡這樣帶點辣辣的 好 好 之外呢 我們還要放味噌 還要放味噌 味噌呢 普通我們是用磨的啦 用磨的才能夠磨精 才會細細的齁 來拿個那個 小綠網好了 我有小綠網 來 這次要怎麼樣 糖粉薑的 來看一下 我這個白色味噌 白色味噌 我放在綠 這綠網好細喔 對 不用還是磨得出來嗎 太細了 為什麼你會有粗一點綠網 就這樣子 太細了 我用這個來磨它 來 這樣子 在裡頭 好 才不會成一坨 這只要過了 味噌就是從綠網流 我小一點 太燙 我的手太燙了 來 把它磨進來 不要成顆粒狀 好 加點味噌 很快 很快 嗯 因為它整粒狀 被我會磨到外面 這個綠網太細了 好 我今天加的是白味噌 有比較顏色深的味噌 你不要加黑味噌 顏色太深 我加的是白味噌 這也是古生的味噌 好 這都放進來 加了味噌有獨特的味道 這都可以 任何的肉碗都行 都可以放 好 我將剩餘的 然後撈乾淨一點 那我來嘗嘗看它的味道 甜度 是不是都ok的 好 那我 我今天的芡汁呢 我用的是那個什麼東西 我芡汁是用那個 再來米粉 再來米粉 來調水 來勾芡 再來米粉 來調水勾芡 這是 就是南部的B井 南部的米醬 就是用再來米粉來勾芡的 這裡頭 就是米粉 差不多兩大匙 但是你請記得 這個呢 放涼之後呢 它會變稠 所以你一勾的時候 不要勾得太稠 骨頭很硬耶 它涼了之後呢 醬汁涼之後 會比較勾 所以你不要勾得太稠 這是米醬 中南部的吃法 中南部的吃法 是加了米醬 好 這邊調水 滾滾滾滾 知道我調小一點 好 這粉還沒化開 當然我在處理之前 我還是taste味道 味道可以我再勾 來這就是米醬 這就是米醬 像我在做朵六里面 我們的肉圓也很好吃 但是米醬 它是放一點點的醬汁 一點點淺淺的不亂的顏色而已 那辣我們自己加 它並沒有加辣的 我們就帶你甜甜的 那米醬跟我們太白粉 鍋水醬 吃起來的口感是不一樣 中南部 都就是用米醬 用米酒 你用再來米粉 或者糯米粉都可以 但是就你用地瓜粉跟麵粉 感覺是不一樣的 好 這怎麼這麼難調啊 奇怪 這好難調 這個 這個 這比較快 怎麼這麼難調 好 好 調開了 但是呢 我要試試看看這個味道 是不是ok的 好 不夠甜我再加了 齁 我這個 這個 再來米粉水 我會放進來 邊攪拌 邊攪拌 哇 這醬是很好吃 那點微甜 然後有那大蒜的味道 然後有味噌 全部放進來 它沒有很稠 沒有很稠 可是呢 等一下放涼的時候 它會更稠 我讓它滾起來就算 就可以了 因為我加了那個 拉德彎醬 發龍餅筋 帶點味道 來看一下 感覺有點稠對不對 是 沒有關係喔 兩個都會再更稠喔 沒有關係 因為不要太大 對 我讓它開起來好了 一直讓它滾起來 很快 因為我剛剛轉成小火 好 馬上開起來了 嗯 好 有了齁 好 沒關係 開起來了就激活了 我調稀稀的喔 嗯 有本身很厲害 說這個醬百搭 蚵仔煎啊 那個什麼都很厲害喔 沒錯 我們的朋友呢 都很厲害 這醬是百搭的 沒有錯 是 好 那我現在要來脫模 來一個弄一個給你們看一下喔 這樣已經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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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關了齁 對 火已經關了 火已經關了 脫模 來 我這邊有蒸好的嘛 現在來 你看一下這蒸了 透明狀 有沒有 有 它還沒熟 要20分鐘 那我這裡頭有做好的來 你看它可以看得很明顯的 哇 我這兩個過來看一下 真的就要繼續蒸 然後這邊是已經蒸好 這好對 因為它很燙的話 我沒辦法脫模啊 沒辦法脫模 我帶了一個來 來 用兩個好了 來 你看 脫模齁 來 脫模 你看這裡有看到液頭對不對 嗯 好 那你用手上輕輕一撥 放涼的時候就很好撥了 手這樣一撥 然後肉粽 繞一切 繞一切齁 好 這個非常獨特 已經失傳的 就是延環的肉丸 很多人 日吃日想 記憶中的美味 就想吃這個味道 好 我就拖下來 放過來 這樣放進來 我這個 這個是肉丸碟 對 我放兩個了 嗯 小媳婦一碗 老實一碗 好 來 那很重要 我們還要香菜 對 一定要加香菜 沒有香菜 這倒是吃不來 這也不行 你看 這樣子 OK 滿碗的對不對 好 那我就是這樣蒸熱熱就吃了 那外面呢 它是做起來之後呢 放在豬油裡頭 這樣會撲油 熱熱 就冷的時候撲油 還更好吃喔 會更好吃 好 那我的臉上是這樣的 需要撿嗎 外面它是浦油做 它是有撿開 我來撿開給你看 它是有撿開的 嗯 它撿個十字 對 我印象中小時候 你看這些是薑苗 這些 好 撿開 你看 紫色的薑苗 都在旁邊 好 麵線在這邊 好 來 那我來淋上醬汁 不需要過油炸 這個真的就好 不要不要 這樣就很好吃了 我不需要油炸 那油炸會更Q 但是整涼了 或是放隔天硬掉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 那我會怎麼樣呢 我是會用平底鍋來煎 嗯 用平底鍋來煎 煎焦焦焦 那QQ這樣焦焦 很好吃 是 來你看這個 嗯 香料 是不是很多的香料這樣 是 好 然後呢 香菜 香菜一定要的 那個 許老闆說 沒煙心就不行 對我跟我們粉絲說 一定要配上香菜 對 沒錯 一定要配上香菜 我們這個 就吃過了朋友 嗯 他都知道 沒香菜不行 嗯 腳這麼貴也是要配 其實在貴 是要放到香菜 嗯 這兩碗不同容器 香菜台語叫什麼 碗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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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丸這台語叫 罵丸 罵丸 對對對 那你們吃酸話怎麼講 罵丸 找不出來 柔碗 柔碗 有點怪的 你看一下 老師這碗蝦 蝦 蝦盤 這個蝦盤 這個是我們婦科 用聽口述婦科 就是台北延環 已經失傳的 罵丸 有餡料很特殊 就包上肉片 就是 還有一頭 跟香 不是香菇 那個叫什麼 豬肝 還有酸菜 酸酸甜甜 酸菜 這樣子 這樣子 非常好吃的 就是 已經失傳的 就是圓環的罵丸 老師把那個 味道 重拾回來 讓互科出來 希望你們照樣做 尤其是老台北的朋友 懷念這個味道 不用再夢裡相思了 就 親自 親手動手做吧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繼續來想想看 我們下禮拜做什麼 都先暫時保密 好 謝謝各位 老師愛你 拜拜 下禮拜見